今天晚间六点多左右 国道一号五阳高架北向发生一起火烧车事故 画面上可以看到停驶在路间的小贺车冒出熊熊烈火 整辆车烧到只剩下车架 幸好驾驶在第一时间就逃出 一旁路过的驾驶也纷纷减速闪避 也因为车流速度慢得下来 让尖峰时间交通出现大阻塞 而根据了解这起火烧车事故 地点在国道一号五阳高架北向43.6公里处 当时五十五岁的灵性驾驶在行经领口路段 发现车辆有异状冒烟 将车停靠在外侧路间后下车报案 之后小贺车就马上起火燃烧 现场浓烟也影响到了主线车道 车流一度回堵两公里 索性消防队赶到现场后 在15分钟内将火势扑灭 相信的起火原因还要进一步见识 警方则再次提醒 驾驶如果发现车辆有异状 应该立刻停靠路间或闭车弯 面对来车方向 下车推到安全处报案 以免亮晨更打伤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